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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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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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什么不说话呢 姑娘 姑娘 你是个哑巴吧 你说话 丫头啊 老大爷 老大爷 他是你什么人 老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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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水 老大爷 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你的什么人 他是我外孙女 相来 苦 大爷 hvis有点 请皇上恕罪 爱卿 你真是张美人吗 皇上 你都问了千百遍了 皇上曾经许诺过 只要得到江山 就与妾身长相厮守 永不分离 妾身只想一日 一时一刻 能够与皇上光明正大相守 也就够了 这些往事 皇上难道都忘了吗 爱卿 想起当年 皇上与妾身爱得真够辛苦 皇上曾为妾身而落水 曾为妾身于尊降贵 天为锦备 地为床 可是 当年李渊杀了你 还送上人头 皇上 皇上 妾身 不想再提这些事了 你不恨他吧 恨 恨真入骨 不过 只要能侍奉皇上 妾身 就一切一切 都不在乎了 就想起来 你不恨他 王爷 奴才在 你要什么赏赐 尽管说 奴才只求皇上龙心大悦 龙体安康 不求赏赐 好 有关张美人的事情不能对外张扬 遵旨 以后只能称张美人 不能称丽华二字 遵旨 主場 我爹 吉兒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听说你那天应付得非常好 小小的年纪能有这份机制跟镇定 真是不容易 我原以为把你安排在那个地方会让你很安全 我真是没有想到突历他会在那个时候突然出现 倘若你稍漏破绽 就很有可能把我多年来辛苦建立起来 跟朝廷联络的组织毁于一旦 说不定还会牵连出我来 那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啊 姑姑我真是佩服你 你能在这些人的身边布置了眼线 安排这么巧妙的计策 把我救了出来 不过我觉得遗憾的是 为了救我 还牺牲了一个人的生命 唉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啊 即使为了救你 您还没办法 您usic兵公主 所有人都到齐了 随时该启程 吉儿 你可要好好谢谢她 能救你出来 全是她一手安排的 保护公主 是小的应该的 祝公主此去一路平安 谢谢你 那姑姑 我走了 公主啊 可以启程了 吉儿 一路上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公主 前面就是燕门关 我们只能送到这里 请公主保重 多谢各位 走 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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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送了 请 保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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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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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是你 站住 这是行空境地不得入内 我是书云公主 你是公主 你是公主 我还是太子 让开 大胆就要强行进入 把她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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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吵吵闹闹的 长河梯统 启禀总管大人 这名女子自身公主要强闯行宫 王宁 王宁 王宁是我 你不认识我了 公主 您不是 都别参见公主 这些日子来皇上为了公主真是寝食难安 我伺候皇上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皇上这么伤心过 您怎么一回来皇上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好 好 皇上在花园里散心 我这就去禀报皇上说您回来了 等一下 王宁 我想先回房里去更衣书戏 然后再去见父皇好吗 什么 竟然还活着 是啊 皇上 是真的 一点也不假啊 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 起初我也不敢相信 还以为是碰见了鬼了 不 小的胡说 小的该死 可实实在在是公主 一点都不假啊 如果杰儿真的还活着 为什么不立刻带她来见朕呢 公主说先要更衣书戏 这真是的 见朕还要打扮吗 这 女儿家就是女儿家 带朕去见她 是 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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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皇 凤皇 吉儿 吉儿 可偶尔 小婧凯 总管大人 退下 是 张美人十分传神 看来皇上已经深信不疑了 以妾身看来 皇上并没有完全相信 那可要小心行事 不过皇上尽管不十分相信 却竭力将妾身当作昔日旧情 皇上真够痴情的 有了张美人皇上龙心大悦 再加上初音公主安然归来 后来皇上的心情开朗极了 宗管大人 儿女私情妾身倒能随机应变 不过皇上提到高颖李渊二人 妾身就不知该如何应对了 按情理讲 你应该对他俩恨之入骨 要皇上杀掉他们 这儿 这儿 高颖二人 如卧榻旁边的两头猛虎 不出不安 妾身知道了 还有 楚云公主相当聪明 以后要尽量避着她 以免被她识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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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短短的日子里 你经历这么多灾难跟危险 竟然还能平安的回到朕的身边 朕不敢相信 你就是朕最心疼的小公主 你刚才说的经过朕有点不明白 怎么会出现一个穿你衣服的尸体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 小宝贝来吧 不要过来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王爷 王爷 什么事 快 走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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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跟我们走吧 你们 快 公主 我们没有时间了 你们是 我们是奉了子虞拆的命来救你的 公主我们快走吧 快 你先带公主走 快 快 快走 快走 公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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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儿 姑姑 吉儿 姑姑 姑姑 好 好 行了 这地方很隐秘 你在这儿再委屈个两天 等我安排好了一切 就回过来接你 再送你回去 姑姑 谢谢姑姑 老爵 老爵 夫人 过来见过公主 公主 吉儿 她是此地专门负责保护你的 老爵 赶紧去把衣服准备好 是 吉儿 快把衣服脱下来 为什么呢 我知道 那是礼带桃江之计 你把你的衣服穿到别人身上 让她做你的替死鬼 是啊 这些日子一直让我不安定一件事情 正是为了救我 还牺牲了一条人命 那是一件小事情 你不用把它放在心上 你是我的小公主 就是死个千八百人的算得了什么 再说 你身上留的是我的血 那么高贵 那些卑劲的人怎么能跟你比呢 再说 能替你死是他们的福气 你怎么哭了 你怎么哭了 我想到那天为我死的人 恨我的亲娘 他们的命也都那么卑贱吗 你亲娘 你怎么会提起她呢 父皇 父皇 你告诉我 我的亲娘到底是怎么死的吗 我不是早告诉过你 她是为救我而死的 那我亲娘的命 是不是就跟穿我衣服的替死鬼一样呢 不一样 你亲娘是心甘情愿为朕而死的 以后不许在朕的面前提起这件事情 我听说是你活生生的把她拉过来 当挡箭牌死的 谁说的 是谁说的 是奶娘 是她亲眼目睹的 那又怎么样 不要说拿她来做挡箭牌 就是杀了她又怎么样 难道朕的命还逼不过一个财女吗 你说 你 我问你 你跟李世民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说 你说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苟且之事 我跟他之间清清白白的 没有半点苟且之事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不许跟李家有什么牵连 不许跟李家有什么来往 不 我偏要跟他来往 我喜欢他 我爱他 要不是我的妈跑不动了 我早就跟他跑了 我根本就不想回来 你 你说什么 我根本不想见到 我不想见到 哪我母亲当当牵牌的人 你知道吗 好 好 来人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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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杀你啊 为什么要杀我 这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嘛 凤凰上旨意赐死初云公主 公主 姐姐 公主 姐姐 公主 姐姐 雕公公 公主 姐姐 公主 姐姐 公主 姐姐 不是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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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父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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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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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买 什么事 走 借也不说话 姚公公 咱们商量商量 借也不说话 姚公公 这件事还是缓一缓的好 缓一缓 是皇上的执意吗 当然不是 姚公公 您是明白人 这公主是皇上的掌上明珠 皇上对她的宠爱 这宫里上上下下 谁人不知哪人不小啊 如今皇上下旨赐词 可想而知 那是气头上的话 皇上的脾气 就像这三伏天的雷震雨一样 来得急走得快 那我以后天晴了 皇上气消了 跟咱们要人 你我拿什么便 活蹦乱跳的公主给她 说得一点也不错 不过王总买 那不是我的事 我只是奉旨办事交差了结 刁公公 这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 不管怎么说 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 等等 我看 这第一竿子该打的就是你 你想想 皇上睡觉起来火都消了 问起公主呢 你说我能怎么禀报呢 只有巨师回答说公主死掉了 到这个时候 我就是想替你遮掩以无能为力了 要啥公主的不是我 我只是奉旨执行 你能跟皇上辩这个理吗 皇上他可什么都不管 他要的是活生生的公主 到时候你能怎么办 王总管 难道你要我违抗皇上的旨意吗 事是死的 可人是活的呀 我的意思呢 这事您不妨缓上一两天 如果皇上回了心转了意呢 要人你有活的 你可不是大功一戒吗 嘿嘿 连公主都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到那个时候 你就成了宫里的大红人了 如果皇上怪罪下来 没有赵旨执行 那该怎么办呢 我说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嘛 人在那儿随时可办 是 什么 当你提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皇上当着满常文物佛秀而去 是啊 对了 父亲 您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皇上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忘记了 再也不计较了 没想到他还是记恨在心 当时我也实在是太率性 太年轻了 父王 到底什么事 高颖被杀 我就应该警觉到了 想不到为了张丽华这么一个女人 他竟然记恨得如此之深 父亲 既然皇上到现在还记恨您 那就让他记恨好了 现在天下群雄四起 我们为什么不揭竿而起呢 胡说 这种话 绝不能从我们李家任何人口中说出来 我真没有想到 你竟然为了一点小小的功劳 没有得到赏赐 就有如此叛逆的想法 父亲大人 孩儿对于皇上抹杀功劳这一点 不但不记恨 反而敏感在心 这话怎么说 如果孩儿因此加封禁路 很可能从此沉迷患痛之中 如果皇上不加封于我 我觉得这个样子是最好的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住口 在我们李家屋眼下 我不准听到类似这样的话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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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二郎能够顺利的立功回来 替我们李家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二弟 想不到你初出茅庐就表现得如此有声有色 立了大功 皇上一定会给你赏赐有加了 大哥 您过奖 二哥 皇上放你什么瓜 四郎 封关禁决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李家的人能够出人头地 才智过人 勇敢果决 能够替皇上解为效命才是最重要的 世明 你要切记 不要因为机缘凑巧立下了一点点功劳 就心生骄傲 把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看得如此顺畅容易了 多谢姨娘教诲 好 二哥 恭喜你得胜回来 谢谢 是 好 是 好 好 不 我 不 不 我 不 不 二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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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辰 二公子 叫人 二官 味道 二婉 二公子 在burg 此话怎么说呢 我感觉到 你对我们的婚事 好像有所疑虑 如果你有难言之隐 不妨跟小妹说个明白 我绝不会放在心上的 本来这件事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不过 既然你问了起来 我就把始末原委 统统告诉你 在你来之前不久 发生了一件事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 我遇见了当今皇上的 雏云公主 我遇见了 自从见到她 我对雏云公主 一直难以忘怀 后来你来了 我才知道 我们两人之间 还有婚约 我希望 在跟你完婚之前 能够找个机会 再见他一面 意料却这种心事 没想到 跟他见面之后 发生了一连串的事 最后 我在去见他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黄土一佩 不许是黄土一佩 出云公主要是地下有知的话 你对她这番深情 她也会感到安慰的 对一个女人来说 她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总而言之 一切都过去了 我之所以向你坦然 主要是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不愿意隐瞒我未来的妻子 因为我们将来要过一辈子的 好 不愿意隐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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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我整理的才使你满意 真是难为你了 这些年来啊 这个家就靠你了 孩子们都是由你拉巴大的 对我的照顾 也可以说是无为不至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都亲手处理 你辛苦了 要怪了 就只能怪老天 让你姐姐过世得太早太早了 姐姐实在是 过世的太早了 非常遗憾 我这么做也完全为了这个家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姐夫也不必觉得有所歉就不安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想 现在也该是回报你的时候了 回报? 世民婚事已经定了 孩子们都已经成了家 你的担子也减轻了不少 所以我想 此刻也是该让你正正事事过门来到我们李家了 不 这么多年来 我照顾这个家是一种责任 也是姐姐临终前所托付给我做的 这也是一种义务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回报 莲妹 莲妹 这么多年了 你应该很了解我的心意 我是由衷的希望 你能成为名符其实李家的女主人 好吗 姐夫 我以为人与人之间 应该保持一份适当的距离 这样立场才能够超然 言论才能够公正 你的好意 我不是不明白 但是至少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一切 还是保持原状比较妥当 姐夫 你认为呢 莲妹 莲妹 时间不早了 我应该回房去了 也请姐夫 您早点休息吧 莲妹 莲妹 我是 雞儿 汪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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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公主死了没有 你们到底把她杀了没有 没 没有 皇上 小的是小 等皇上息怒之后 还是会喜欢公主的 所以 你了解朕的心意 好 算你大功一戒 你要什么样的赏赐 皇上 要不要小的把公主请来 给皇上赔罪 现在什么时候了 皇上赶紧了 让她休息吧 不要吵她 是 公主姐姐 外面人都睡着了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 好 那我们走 好 快点 好 好 好 走 好 没了 走 来 走 来 来 走 来 走 来 走 姑娘 一个人 我不求姑娘什么 只求姑娘把孩子给抱走 给她捅饮吃 姐姐 不要这样 小心点 我快走 不要 姐姐 公主姐姐 公主姐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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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姐姐 走 好險 不知道這位姑娘要往哪兒去 我們要去靜陽 那正好我們也要路過靜陽 在下信禮二位如果不嫌棄的話 就讓我和小妹沿途互損 怎麼樣 這是我們的福氣 有幸遇到這位大哥和這位姐姐 二位請 是 是 說 到底是誰的主意 啟稟皇上 都是汪英出的主意 跟小的沒關係 我是要你把公主留下 是要你讓公主給跑了 要不是你出的主意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你怎麼把責任都推給我 好了 不要再說了 你們這兩個蠢蛋 要是找不回公主 拿你們的腦袋借我 是 是 你到底到哪兒去了 稷兒 公主姐姐 你又在想李公子了 我現在 倒是想起父皇來了 因為我一直太任性 闖出這麼大的禍來 現在我又不告而別 父皇一定是氣壞了 我真是擔心他的身體 別想那麼多了 反正事情都已經發生了嘛 想有什麼用呢 嗯 還好 咱明天就到晉陽了 你呀 就可以跟李公子相聚了 相聚 恐怕言之過早了吧 何香 不瞞你說 不瞞你說 這些日子 我對這件事情 我對這件事情 一直都好害怕 有什麼好害怕呢 李公子他很喜歡你 你也很愛慕李公子啊 大家要是見了面啊 那就是大團圓的喜事了 好 如果能照你說的這樣 那就再好不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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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带他们去客栈 两位请 好 这位兄台 请问一下 唐国公府在什么地方 就在南门大街上 这两天唐国公府很热闹了 听说有跟公子要完婚的 谢谢 怎么样 是真的吗 就是李世民 不错 婚期就在今天 女方还是洛阳望族长孙家的千金 那怎么办 哪一件好看呢 何项 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好 哪还是这件衣服好 赶快帮我拿个竹笔 哪件衣服穿在你身上会不好看啊 人要是漂亮 穿什么衣服都会显得光鲜的 人家都快急死了 你还在说风凉话 李大哥一打听到唐国公府回来 我真要去了 一定是李大哥回来了 冯姐姐 你回来了 你快过来看看 你看 这两件衣服哪一件好 快说啊 好 很好啊 他们到底住在哪里 远还是不远 是啊 他们现在在哪里啊 你怎么了嘛 你快说啊 是啊 你快说啊 我跟李大哥商量之后 决定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李世民要结婚了 婚期就在今天 李世民要结婚了 婚期就在今天 你给她看什么 就你很难兴认 你没事了 你们都快点儿了 然后你就可以了 小狗 她θε活了 真正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